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非常新的视频 我是Kalina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什么叫做day trade 什么叫做long term investment 日内交易和long term investment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首先我本人是一个day trader 为什么进入到这一行呢 看我长得可能也不太像做day trade工作的 机缘巧合 我以前其实是自己做保健品化妆品 private label ODM OEM的工作的 大概做了十几年是一个家族的企业 可是在2019年的时候 机缘巧合进入这个对冲基金这个行业HFUN 然后呢那之后大家就知道了 就是这个疫情pandemic来了之后呢 大家都要在家里不能去工作 那个时候呢 这个在投资这个对冲基金的时候呢 我没有跟很多家人朋友们来说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对冲基金真的是风险非常的大 那去年的三月份之后呢 很多人都进入到这个股票的不说行业吧 这个队伍里边来 很多人呢就是当时可能你买了Tesla也好 买了任何东西也好 现在都可以达到了财富自由 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在去年的10月份 11月份的时候赔了很多钱就出来再没有进去 可是在这个1月份的时候吧 2021年1月份的时候这个GameStop这些东西呢 又把这个我们散户们呢炒得非常的火热 所以呢又涌来了一期这个很多人开货啊 很多人在炒股票讨论股票的 所以呢我本人呢 嗯有一个可能是做这个长线的 但是多半来说我是做日内交易比较多 我也看了很多YouTube那个很多博主 他们都是在讲一些公司的基本面呢 还有一些在长线投资啊 逢低买入呀 逢高卖出呀 这些东西 这些其实跟我做的都不太一样 所以呢我还没有找到 一个讲中文的这个YouTube channel 专门是讲这个日内交易的 所以呢今天我在想说 呃我也不是那么专业 但是呢我是一个非常有胆量 如果说初级中级高级的话 我应该是中级比较有胆量 快进入到高级的那个小白鼠 呵呵呵 小白 所以呢想在这个channel呢 嗯交到一些朋友 然后呢跟大家一些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做这个day trade 日内交易真的是 非常考验这个精神还有这个情绪的控制能力 还有这个判断能力 当然你要对这个公司的基本面有一点点了解 但是你要非常非常敏捷的去分析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走势 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就问我说 嘿 Kalina就是说听说你一直在做这个day trade嘛 然后你觉得现在那个市场是会怎么样 下个月的市场会是怎么样呢 其实大家可能有一个误区 所以这个day trade来说呢 日内交易我们真的不管市场是好是不好 因为好有好的做法 不好有不好的做法 如果今天那个全部都在看账的话 那我们当然就去long所有的这些stock 那如果今天全部一片红全部都是下跌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去sure任何一个stock 在以后的这个视频中呢 我也想跟大家多这个分享一些 比如说做这个day trade是怎么样找这个股票的 用哪一些软件 然后呢我们大概我们每天的routine是怎么样的 作为day trader呢 其实我并不是每一天全部坐在电脑面前 因为我有很多其他事情去做 我一般来说都是9点钟早上这个洛杉矶时间 9点钟基本上是结束我的day trade所有的工作 然后呢每天5点钟左右起来去找我今天要这个trade的这些stock 然后呢要看所有的news 然后呢要看他的这个k线图 看到的chart 然后决定今天要trade哪一个 比如说今天我选中了10个股票 但是呢我真正trade5个股票 当然5个里边可能3个成功 2个失败 但是呢你每个trade压的这个像独注一样吧 这个高低不一样 所以呢基本上 day trader看他的这个资金量有多大 有的人呢一天能赚个200到300 有的人呢一天能赚个20万 所以呢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我刚刚开始day trade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有一个老师朋友 然后呢他们他们好的day trader 当然像我的老师一天可以赚到18万 28万30万美金这样子 当然他的赌注也比较大 所有的day trader呢我们用的都是mergent account 每一个account都是高于25000美金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一个要求 如果你没有达到25000美金的话 你是一周只可以催三次交易三次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day trade的话 就是说进进出出非常非常的快 有的时候我们的利益是10个cent 5个cent的话就可以马上的买入 马上的卖出 当然呢你这一个股票上面 有人说比如说我今天买个你有吧 我51块钱买进来 我52块钱卖进去 那你如果你买了100股的话 当然你就赚了100块 但是你要是买了1000股的话 你就赚了1000块 有的时候就是市场不是很大的 这个浮动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这个压的这个share 就是这个买进的这个share会比较多 买个1万股啊2万股 这可能性也是有的 当然就是他每天要求的这个资金量是蛮大的 然后呢他的这个risk 他的这个风险也是蛮大的 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做day trading呢 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喜欢赌钱的人 我个人的感受了 因为我看long term这个长线了 我本人的性格是完全看不了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就是这个股票只要不动的时候呢 我就是心情不会会很好 然后呢就会 嗯 就一直看着他 那一直看着他不是很耽误时间吗 所以我才决定做这个day trade 做上这个day trade呢 我觉得嗯 当你每天晚上就是在收盘的时候 你的account里边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股票的 没有任何share的是为零的 你就可以看到说你今天赚了多少钱 或今天赔了多少钱的时候 当然成功的时候你很开心 失败的时候你有一点点失落 可是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你非常的安心可以睡觉 在长线投资很多朋友相信说 哦今天这个股票大跌 我的那个account里边这个赔了8000块 赔了1万块的时候 他们有的时候是睡不着的 然后趁着说明天涨一点点水 我赶快卖掉 因为有的时候你这样操作的话 其实真的不如你放在那边就不看了 如果你是做长线的 你相信这只股票 你买进来 你就不要再去管它 你可以自己去设定一个 就是止盈的地方和止损的地方 stop loss和确定你自己的这个 这个profit target 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一直去操作 这也这这就会让你的这个 怎么说呢 你的这个利益达到最大化 因为我自己也是有这个经验的 所以但是我是做不到这个的 因为我就看了我就是想动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我就决定不做长线的 全部做这个日内交易 今天看好什么 就是大概我押中这一个 比如说现在上个星期五吧 应该是parentear 星期四的时候跌到25块 你有的时候25块的时候你买进来 第二天你29块钱的时候 你全部都卖出 我就不管它再涨还是再跌 这样子的话 心里非常舒服 睡得非常的安稳 吃饭也非常的香 你看我现在长得比较胖 所以如果就是说大家有这个喜欢做这个day trade的小朋友 我希望呢跟大家一起交个朋友 然后呢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呢给我留言 告诉我你的这个做这个day trade的心得 这个channel呢其实主要是开来做一个我的day trade一个日记 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市场好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开心市场不好的时候呢我们抱团取暖 所以喜欢这样这个节目或者是喜欢这样内容的这个小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希望呢大家那个关注这个channel 好了呢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这是一个新的channel 如果呢大家喜欢做日内交易day trade 希望大家关注这个频道 然后呢给我留言给我点赞 然后呢大家交个朋友 I see you next video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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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oy 啊 有一次帅Suara 有一次帅里